新香会北约客店周年庆 新增菜色有 16点左右 京城被笼罩在一片黑暗中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声 雷雨从北部地区进入京城 并向城区移动 下午3点15分 北京气象台发布了 雷电黄色预警 相隔不到一小时 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此次降水 北京大部分地区以大雨为主 其中中心城区部分地区 海电大部 丰台大部 石井山大部出现暴雨 暴雨级别的降水 最大降水出现在石井山摩世口 达到大暴雨级别 大雨遭遇晚高峰 京城二三四环主干道车辆 拥堵严重 也就是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您可以看到地面上 已经形成了一层溪水 而且现在正好是 五点钟左右的晚高峰时期 很多车辆从地面上 行驶过去的时候 都会比较小心 都放慢了速度 那么这场大雨 预计可能会持续到北京夜间 这个雨量的分布 也相对来说 会比较均匀 在市区也会比较密集 在地铁方面 部分线路因进水停运 此外 因首都机场 及往来首都机场部分航路 被雷雨天气覆盖 导致部分航班延误 气象部门预计 23号后半夜到24号白天 北京还将有小雨天气 这就是今天下午16点钟左右的北京城 建筑物车辆纷纷亮灯 暴雨清盘而下 北京西三环莲花桥附近 一辆汽车被积水淹没 再看这辆汽车 它试图在一片河泽中冲出一条道路 北京石井山区一个道路积水 行驶在此的汽车就像在游泳 遭遇大暴雨的袭击 市区不少地方都积水成灾 很多路段都成瘫痪状态 公共汽车打开了车内照明灯 雨水从车窗奔流流下 暴雨中狼狈的行人在艰难的前行 这是在西城百万庄南街 大雨滂沱 积水墨西 不巧的是这两位学生没有带雨具 这是北京地铁四号线陶然停 陶然停站 人们在被雨水冲刷的台阶上行走 仿佛在瀑布上行走一样 23号10点10分 在广东的电白线与阳西线 交界沿海地区登陆后 海马又向南移动回电白线近海 16点50分 海马在广东湛江 武川沿海地区再次登陆 登陆时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受海马影响 广东中西部海面 以及沿海地区出现9到10级大风 阳江海领岛更出现了11级阵风 全省南部沿海地区出现大道暴雨 受海马外围气旋的影响 海南北部西部浦江大道暴雨 文昌 定安 昌江 城脉等市线 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广西气象台23号也发布了暴雨 和台风蓝色预警 目前海马正向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缓慢减弱 与此同时 今年第五号热带风暴米雷 开始影响中国海域 国家海洋预报台23号下午 针对米雷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 此外 23号到24号 江苏 安徽 湖北 湖南 河北 及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 也将有暴雨 中央气象台今天将暴雨预警等级 从蓝色升级为黄色预警 蓝天白云 艳阳高照 台北这样的好天气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米雷就要来了 台湾气象部门介绍 米雷23号下午14点的位置 在东南部海面 俄网比东南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 朝着西北方向移动 米雷是在台湾东部登陆 还是擦身而过 24号将是关键 更靠近台湾 或者是它未来暴风半径 有更扩大的话 气象局也不排除 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可能 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24号台湾东南部 东部 东北部 及南部地区下雨机会增加 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大雨或好雨 而周末假期 米雷距离台湾最近 威胁也最大 就算下周一远离台湾 后续也可能引进西南气流 全台都要严防大雨可能带来的灾害 奥巴马在讲话中宣布 美军将从7月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计划在今年底前撤出1万人 在明年夏季前再撤出2万3千人 届时美军在阿富汗的兵力 将恢复至奥巴马2009年底 宣布增兵之前的规模 奥巴马说 抓美军的任务将从参与战斗 转向维护安保 在第一阶段撤军完成之后 剩余的大约7万名美军士兵 将稳步撤离 在2014年底前 将阿富汗安全职责 完全移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 奥巴马说 基地组织前头穆本拉登被击毙 是美军得以从阿富汗撤军的原因之一 这也使得基地组织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更多的压力 他认为 美国政府是时候 把关注的重点转回国内 聚焦国家建设 分析人士指出 奥巴马当前在国内 主要面临两方面的压力 首先是民众的厌战情绪 其次是美国政府 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状况 花费高达数千亿美元的阿富汗战争 已经成为两党争执的要点之一 加快撤军步伐 将为奥巴马赢得 与共和党议价的主动权 文章称 奥巴马上台后不久 便在五角大楼的压力下 宣布向阿富汗增兵3万 使诸阿美军人数达到了10万人 但不论在战术上取得怎样的突破 奥巴马都将不得不承认 近十年来的战事 并没有在实质上 为阿富汗带来任何变化 文章认为 如果奥巴马利用击毙本拉登 以及成功保护美国领土 免受跨国恐怖袭击等证据来证明 在阿军事圣物已经基本胜利完成 这本身就是在西式对胜利的定义 截至今年6月7号 阿富汗战争已经超过越南战争 成为美国投入军事力量 最久的一场境外战争 文章认为 阿富汗塔利班不需要通过 占领首都喀布尔来宣告胜利 仅有3万兵力的阿富汗塔利班 能够与武装精良的10万美军 展开旷日持久的对抗 梅书本身就代表了胜利 而相反 对美军来说 梅营本身就代表了失败 美国政府可能会很快地意识到 能够给阿富汗带来和平的 不是机枪大炮 而是各方在政治上的妥协和让步 卡扎菲在讲话中说 北约一直宣称 对利比亚的军事目标 实施的是精确打击 但实际上北约却是杀害利比亚平民的凶手 卡扎菲还警告北约说 利比亚迟早会以牙还牙进行报复 值得一提的是 利比亚国家电视台画面上显示的日期 是当天的日期6月22号 但是当卡扎菲提到6月19号凌晨 北约对地利玻璃一处居民住宅轰炸时 他用的词是 北约昨天犯下的罪行 因此有媒体推测 卡扎菲说这段话的时间 应该是6月20号 20号 北约承认此前一天的空袭 造成利比亚平民的死伤 这是北约对利比亚发动军事行动以来 首次承认利比亚军事行动 造成平民伤亡